今集的品牌創辦人 年過80年才創立蘇太名醬 她離開後 由女女Patsy秉承她的精神 繼續宣揚回家吃飯的理念 Patsy,你好 你好 進來後,聞到很香很香的XO醬味 我想問問你 蘇太名醬為何媽媽當年 會研發醬料 其實我媽媽試過一間酒樓的XO醬 她說很好吃 於是她回到廠 因為我們每間廠都有自己的飯堂 她很想做出來給同事試試 於是就開始來做XO醬 因為初初不是做醬料廠 不是,我們是做印刷 做印刷即是飯堂裡 想製作一些火食給員工吃 除此之外 因為做印刷 有很多客人來我們的公司看顏色 一看就看一整天或幾天都有 於是我們就要給一個午飯、晚飯 來招呼他們 因為很多客人都喜歡吃辣食 於是她就想 不如製作XO醬來招呼他們 於是就開始了 除此之外 我媽媽很重視家裡 而且她是一個職業婦女 她還要為家裡預備這個飯 因為這樣 她就覺得她要做一些醬 來幫助職業婦女 回家後都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來準備那天的飯 而可以煮一些美味可口的飯菜 來給家人分享 裡面的材料究竟有甚麼 瑤柱、金華火腿、蝦米、乾蔥蒜頭 還有一件事就是麻油鹹魚 很少聽到XO醬裡加麻油 就像別人的意大利菜 不是很喜歡加鹹魚 是… 其實那個鹹魚是用來調味的 坊間其實有很多XO醬 你們蘇太明醬XO醬是如何優勝之處 我想我們優勝之處 第一,我們很注重衛生 另外,我們很多都是手做的 因為天氣的轉變 有時候我們要把煮的時間 加長或者縮短 我們用手來煮XO醬就會好很多 好,我回來了 我帶了這個蘇太明醬 和士多聯盛的麻辣XO醬 你帶了甚麼 我帶了翠鏗川 和派湯Y 聯盛的賀蓮蘿蔔糕 超美酒套盡禮卷 我們快點嘗嘗 我覺得這個蘿蔔糕是很足料的 因為我很怕吃一些很粉的蘿蔔糕 它很淡蘿蔔 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材料在裡面 所以咬下去是很有層次 帶了麻辣XO醬 配上這個蘿蔔糕,很適合 讓我嘗嘗這個麻辣XO醬 你不是聞到嗎? 已經麻辣味很重了 我聞到 因為它的麻辣和XO味 它說平衡3號,不要搶了 第一口下去是麻辣先的 有XO醬的材料和味噌出來 這個真棒 這麼好吃,買了多少錢? 蘿太明醬和士多獨家聯盛的麻辣XO醬 原價$138 現在尋味價,買了一件就有九折